來跟所有在座的各位嘉賓共同參與竹山國際藏澳節的活動 首先在這邊代表難兆憲哲大家 許主導習縣長以前難兆憲哲我誠摯的歡迎大家 來到竹山第三 還是我們當導官主要產查的重症 至於剛剛 水保局副記長所提到 這個活動剛好在每年我們10月的參謀會 上半年就是有竹山的國際茶道會 透過茶道文化 我們現場還有包括日本跟韓國 透過這些茶道文化的交流 更可以去認識一個在地的產業 來到竹山要怎樣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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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樣透過茶產業的文化讓大家認識我們在地 那也要特別感謝柏委員跟蔡委員特別的支持 因為這個計畫的經費 由水保局這邊提出很重要的 因為在我們的縣內 除了這些剛剛要深入到茶香裡面去體驗也不來 還有包括我們就近南西南港府京都會 我們的富州的休息農業區 還有我們路股的小半天的休息農業區 在地還有所謂的延政社區等等這些農政社區 怎麼樣跟我們的食農交易來做結合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昨天的遊程裡面 包含了不管是DIY或者是陪查自查的過程 讓大家有機會 對 但是很重要就是怎樣讓你在參與的過程 然後去體驗 透過體驗去感受不同的在地的文化跟面向 那很重要這三年也因為後疫情的關係 那剛好可以讓更多的國人 甚至國外的旅客來到南投 因為我們這邊不僅是農業的大陣 也是共同的大線 那可以跟在地的像不管是我們 山羊溪或者是溪頭 以及這一個車頭的斷層的這個博物館 以及我還有很最有近的這邊周邊 還有所謂的公共工廠 因爲什麼 因為公共廠裡面只有我們很多的 亮點茶樁 那這個部分就是包含了 有所謂的流程的規劃跟 職採的這些體驗 讓大家可以更深度的來認識 台灣茶的整個製作的過程 那不管是從低海拔 從高海拔 以及各地方的這些茶的特色 不管你是喜好 包括清香的或者是熟香的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紅茶 這種透過品茶的方式 讓大家有認識我們在地的這些特色 我想這個是我們國際茶道節 很重要的一個主辦的這個目的 當然也創造了我們在地的這些產品 有機會讓他們的茶產業 茶的商品增加了對外的可能性度 也許許我們在所有在地的這些茶協會 以及所有的白海拔的這些參與的團體 跟茶道協會 互相的彼此文化交流的當下 也多多的來到這個活動場地這邊 對我們實際這些茶道 加藥跟打氣 讚你好耶好耶 值得跟推薦給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共同來做分享 那也預渡我們這個九天的國際茶道節 活動能夠圓滿處理成功 所有在場的各位嘉賓 平安吉祥 我們所有藏業的這些地方 大家都請你 祝各位謝謝 感謝處長 真的是幫我們帶來